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INA TV第四季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有同學寫信問我說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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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幫客人接睫毛 然後客人回去右眼總是掉比較快 左眼掉比較慢 實際上這個問題非常的簡單 因為多數的客人都是右撇子 右撇子又又又寫字 右邊擦汗 右邊脫衣服 所以會先碰到的都是右邊 甚至很多人會側睡 睡右邊 然後就壓到 壓到的話就會比較快脫落 所以很多很多客人往往都是右邊掉的比較快 左邊掉的比較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有很多客人 一樣的問題 有很多客人在上班 例如說打電腦 然後他就會這樣 摸啊摸啊摸啊 睫毛 摸啊摸 摸啊摸就掉下來了 但是因為他這邊摸比較少 這邊摸一次 這邊摸三次 所以你說有沒有可能右邊掉比較快呢 一定是右邊掉比較快 那如果有些客人是左邊掉比較快的話 我覺得比較多有可能是因為 客人他是側這邊睡比較多 例如說我們夫妻啊 有的人會睡左邊 有的人會睡右邊啊 像如果太太都睡這個右邊的 左邊的 他可能就會這樣睡 所以啊 主要是看他睡覺 他是側左邊還是側右邊 那就有可能哪邊掉比較快 但是多數的客人 多數的人都是右邊掉比較快 因為他在上班打電腦的時候就會這樣 不要說你不會啊 連我都會喔 所以不要再騙人了 你就是會摸睫毛 但是我們還是要呼籲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摸睫毛好嗎 摸睫毛只會讓睫毛提早上新天唷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客人問你這個問題 你知道怎麼回答 那我覺得要去改變客人的習慣其實是真的比較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跟他好好講解的話 也許是可以理解的 希望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是有幫助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 記得要加鈴鐺喔 GinaTV 我們下回見 掰 上一集啊 上一集第四季的第一集 有同學說 我這個造型顯老 所以今天特別化和妝 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 稍微年輕一點呢 有同學說 再見 你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